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他的救赎主活着 我的指望在乎神 主知道 主看见 主会为你神愿 神愿在主 你不说话 主听你说话 第二件事情 上帝也让他看到说 会遭遇这些不只是别人对付你 会遭遇这些 上帝允许你遇到这些事 会不会也是因为 上帝要透过这些提醒 在这件事上 我自己也有责任 可是当我在生别人气的时候 我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我看到都是别人的问题 但是他说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主 上帝你允许这些人 这样来对待我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让我看到 我自己也有问题 我自己也有要我负的责任 他说我真的发现 其实我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都是我对 都是他错 当我发现我也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真的心平气和的 安静下来了 当他真的安静下来了 他惊艳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说话了 耶和华神出来为我说话 我真的心平气和的不说话 你真的惊艳 神为你说话 当你看见神为你说话的时候 你会惊艳一个极大的恩典 那个恩典叫做 他说 他跟神说 主啊 我知道我也有问题 求你宽容我 并且呢 使我在去而不凡之间 可以力量复原 去而不凡是什么 就是死嘛 就让我死前 我的力量可以复原 为什么他没有力量 当一个人活在苦毒 怨恨 愤怒里面的时候 你生命有一个伤口 那个伤口 会使你的力量不断地流失掉 流失掉 流失掉 以至于你光生气 其实你什么也不能做 什么叫做力量复原 就是主医治好你里面的伤口 伤口被治好了 破口被堵住了 你的力量就恢复了 上帝不要你带着怨恨苦毒 离开这个世界 上帝要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修复我里面的那个伤口 破口 而伤口破口被堵住了 力量不再流失了 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会经验 重新得力 记得 神不要我们 带着伤口 怨恨苦毒 离开这 我们的经事 祂要我们在这个经事里面 去处理完我生命当中的伤口 破口 你愿不愿意让神带着你去处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